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这里是专讲众口惊悚片的第二频道,惊悚哥的粉丝欧窝 今天为大家带来惊悚片女孩闺房 漂亮女孩凯莉加入直播平台赚外快 然而,当她因清纯的面容和性感的身材迅速走红后 一场血腥凶残的杀戮却悄然袭来 将整个直播平台笼罩在令人窒息的恐惧中 影片开始,一个胖男孩慌张地奔跑 两个女孩在后面追赶 小胖子跑到一处房子前想躲进去 但门锁着,进不去 两个女孩随后赶到,笑隐隐地说 我们抓到你了 小胖子显得很害怕,不敢再跑 短发女孩问她亲过女孩吗 小胖子摇摇头 短发女孩说我给你演示 随即闭上眼,撤着嘴 小胖子犹豫了一下,哭着脸照做 短发女立刻睁开眼睛 和同伴一起上前,扯掉小胖子的裤子 小胖子又羞又恼,却不敢出声 短发女又说 如果你脱掉内裤,我就脱掉裙子 说完就抓着裙摆,摆出诱惑的姿势 小胖子的眼睛都看直了 一咬牙脱掉内裤 哪成想,两个女孩哈哈大笑 尽情嘲讽她的小青龙 小胖子恼羞成怒,提上裤子,夺落而逃 第二天,短发女在林荫道上骑车 骑着骑着,她觉得不对劲 路边的林子里似乎有人盯着自己 短发女很是慌张,越骑越快 然而,当她骑到桥头时 竟然发现小胖子挡住了去路 短发女大吃一惊 但来不及刹车,直接冲过去 小胖子及时躲开 同时把手中的树枝插进车轮里 车子翻倒,短发女狠狠地摔倒在桥上 她遍体鳞伤,一跳腿也摔断了 动弹不得,用虚弱的声音喊道 救命,有意报复的小胖子里都没理 举起车子,扔到桥下 然后走到短发女院前冷冷地看着她 短发女很害怕,颤声说 对不起,我之前是在开玩笑 接着,她看了看桥下 猛然想到小胖子要做什么,愈发恐惧 气不成声地求饶 小胖子不为所动,一脚把她从桥上踢了下去 一声惨叫后,传来众物坠地的声音 小胖子面无表情地向桥下看 短发女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已然死去 一晃时间来的多年后 学校公寓内,漂亮的女大学生凯莉正跟人在网上聊天 她强忍羞涩,根据对方的要求 一件件褪去衣服,性感身材一览无余 接着,她有些紧张地问对方 我的身材怎么样 得到还可以的答案后,凯莉哭笑不得 说我这可是标准的模特身材 几秒钟后,住在隔壁的好友希拉腿门进来 原来,凯莉的父亲不久前去世了 家庭收入锐间 为了维持学业,补贴家用 凯莉打算直播赚钱 刚才她是在好友希拉的协助下练习直播 希拉进来后,说做直播不安全 会被色狼骚扰,劝凯莉用别的方式转歪快 但凯莉觉得对着电脑直播,安全应该没问题 希拉见她这么固执,有些不高兴,转身离开 凯莉则打开一个名为女孩闺房的直播平台 认真研究这个自己即将加入的平台 女孩闺房是让几个美女共同居住在一间别墅内 对她们的生活进行直播 女孩们在各种场景下搔手弄姿,语言挑逗 甚至有人直播云语过程 不久后,凯莉收拾好行李来到宿舍门口 一辆加乘豪车停在她面前 女孩闺房的老板盖瑞专程来接凯莉去直播平台大本营 上车后,凯莉担心做直播的过程中会有网友找上门 凯莉让她放心,说自己团队的安全技术极为强大 还行识淡淡地说平台不会被黑客攻击 也不会被人追踪到女孩闺房大本营的地址 凯莉随后又问起一个自己很关心的问题 平台方要求的直播尺度有多大 凯莉笑着说没有要求,播出的一切都由你来定 凯莉这下总算放心了,露出微笑 车子很快来到大本营,一间隐秘的别墅 进屋后,凯莉说做直播的女孩身份一概保密 网友不知道你是谁,在哪里 即便有人认出你,平台方也会屏蔽,删除散布你个人资料的信息 接着,一个同样做直播的女孩凯特 热情地带着凯莉去跟其他女孩见面 凯莉首先见到了正在泳池旁晒太阳听音乐的金发女戴文 戴文显得很傲慢,她打亮了一眼凯莉 对盖瑞说希望新人不要拉低我们的水准 凯莉随后见到了正以撩人姿态直播的珍妮特 又跟着凯特和盖瑞去了海思的房间 凯莉说海思直播时最访的凯 凯莉的确在房间里看到了很多道具 听到说话的声音,海思走出雨时 友善地跟凯莉打招呼 接着,盖瑞离开 凯特亲热地牵着凯莉的时候 把她带到一个房间,让她住在这里 凯莉看了看房间觉得很满意 这时,一个女孩走进来 二话不说就跟凯特吻在一起 凯莉有些不好意思赶忙吹下头 凯特则大风地向她介绍 说这个女孩是她的女友叫米亚 也是做直播的 晚上,女孩们聚在一起吃饭 大家告诉凯莉,整个别墅到处都是摄像头 甚至连卧室和浴室都有 随时随地在直播她们的生活 只有中控室没有摄像头 饭后,凯莉终于开启了自己的第一次直播 她穿着衬衫,对镜头缓缓扭动身体 盖瑞也在跟别墅有一定距离的技术中心内 关注着凯莉的直播手绣 一位技术人员担心地说 这个女孩太纯情了 但出乎她意料的是 随着凯莉的动作越来越大胆 观看的网友人数猛涨 而在凯莉根据网友的要求脱掉衬衫后 直播间更是爆满了 看到这一幕 盖瑞和技术人员姓高采烈 各自机长庆祝 世界各地 众多不同年龄段的男人 看到了凯莉的首秀 都被她的表演吸引 而在夏洛特的一所大学公寓内 名叫杰森的金法男 也兴奋地叫室友本恩过来看凯莉 本恩看到正在做直播的凯莉后 圆灯双眼,张大嘴巴,发出一声惊呼 原来她和凯莉从幼儿园到小学 中学都是同学 而且她一直暗恋凯莉 不过本恩万万没有想到 心中的女神居然做起了直播 直播结束后 凯莉激动地和在一旁观看的凯特拥抱 凯特说太成功了 你有干这行的天赋 正是一个名叫小情人的网友 发来信息跟凯莉打招呼 凯特说这个网友经常在线 人很好 于是凯莉约小情人明天私聊 还对着屏幕送出绯闻 小情人是个大胖子 他就是影片开始时被短发女戏弄 他经常观看女孩闺房 和其他直播女孩都有过互动 今天新人凯莉给了他不一样的触动 胖子熟练地在电脑上 截取了凯莉飞吻的画面 并且打印出来 夜里胖子一直看着熟睡中的凯莉 而凯莉飞吻的那张图 已经被他贴在墙上 墙上还贴着胖子PS自己 和其他直播女孩的合影 同样再看凯莉睡觉的还有 从幼儿园开始 就是他同学的本恩 本恩叹了一口气 对室友杰森说 凯莉做这一行肯定是不得已的 因为他虽然性感火辣 但一向洁身自豪 此时珍妮特 海斯 戴文都没睡 正在客厅喝酒聊天 一个拉丁女人突然走进来 珍妮特等人马上围过去 脸色阴沉地说 这里不欢迎你 你这个隐君子回来干什么 已经有人顶替你了 亲人凯莉现在住在你的房间 原来拉丁女也曾经是 女孩闺房的直播女孩之一 因为毒瘾极大 被老板盖瑞赶走了 拉丁女梅里珍妮特他们 对着镜头说 盖瑞 我知道你能看到我 求你让我留在这里 我已经戒毒了 以后会乖乖听话 说完就开始卖弄风情 片刻后 盖瑞发现戏给珍妮特 让拉丁女暂时留下 睡沙发 第二天一早 胖子看着正在洗澡的凯莉 忍不住伸出手触摸屏幕 就像是在抚摸凯莉 凯莉随后去上课 下课后 她意外地在校园里遇到了本恩 原来 在直播中看到暗恋已久的凯莉以后 本恩再也克制不住心中爱意 专程来的凯莉就在大学找她 见到老同学 凯莉表现得很热情 聊了几句后 两人交换电话 约好下次见面 一起吃饭 凯莉随后回到别墅 按照昨天的约定 她跟网友小情人 也就是胖子私聊 凯莉说需要我脱衣服吗 但胖子说只想聊聊 凯莉问想聊什么 胖子不知道说什么 沉默半天 只是盯着墙上刚刚PS 自己和凯莉的合影 凯莉问小情人在做什么工作 胖子回答道 一句话 其貌不一样 在女人面前毫无信心的胖子 有些心虚 下意识地摸摸头 凯莉看看时间差不多了 说下次再聊 突然 一张照片出现在她的屏幕上 照片里是个大胖子 凯莉知道是小情人发的 有些吃惊地问 你是怎么发过来照片的 我们平台安全技术很强 不可能让人做到这一点 胖子其实是个计算机高手 但她没回答凯莉的问题 只是问我帅吗 凯莉愣了一下 随即对出笑容说很帅 然后就结束了聊天 当晚凯莉和本恩去餐厅吃饭 聊得很投机 与此同时 被凯莉留在别墅里的拉丁女 偷偷溜进凯莉的房间 来看到了电脑里胖子的照片 跟凯莉吃过饭后 本恩把她送到宿舍楼前 凯莉上前亲吻本恩的面颊 本恩欣喜若狂 两人随后分别 凯莉回到别墅做直播 本恩回到宿舍看直播 看了会直播后 本恩对室友杰森说 我想告诉凯莉 我知道他在女孩闺房直播 杰森不赞同 说那凯莉就会觉得 你认为他很随便 所以约他 本恩听后垂下头 若有所思 次日 胖子去一家公司维修服务器 偶然一回头 看到一位女职员群底春光 就再也挪不开视线了 几秒钟后 女职员一抬头 与胖子视线交接 胖子心中安静 知道被人发现自己在偷窥 赶忙继续修服务器 但女职员马上走过来 说胖子性骚扰 还刻薄地说 你像一条饥渴的狗 再这么干 我就让老板炒你鱿鱼 胖子从小到大都被女人欺负 听了这番话 简直要欺诈了 不由自主地握紧手中的撬棍 而他听到女职员说 他是变态狂食 胖子再也忍不了了 举起撬棍 给了对方一下 女职员被打得满脸是鞋 惊声尖叫 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听到后 也都呆住了 不过 就在下一秒 女职员仍然好好的站在胖子面前 原来 刚才打人泄愤的那一幕 都是胖子异想出来的 事实上 他一直没吭声 片刻后 女职员终于骂够了 转身走开 同一时刻 本恩和凯莉再次约会 两人在河边散步 聊得正开心时 本恩突然说 我知道你在女孩闺房直播 凯莉则激动地解释道 自己根本没有做 任何让人觉得羞耻的事情 只是因为父亲去世 家里拮据 为了能继续上学 才做这些 本恩见凯莉几乎要哭出来 心生怜悯 诚恳地道歉 凯莉感觉到她的真诚 也稍稍释怀 然后 两人情不自禁地吻在一起 另一边 胖子下班后 回家看直播 发现凯莉不在 就问其他女孩凯莉在哪里 但谁都不知道 胖子偶然间看到 客厅里贴着自己 发给凯莉的照片 上面还写着羞辱自己的话 胖子气坏了 发疯似的猛拍桌子 还拿起刀 戳房间里的假人 他不知道照片是拉丁女贴的 以为是凯莉干的 觉得被看起来 很纯情友善的凯莉欺骗了 羞辱了 心中涌起无限恨意 于是 她坐在电脑前 开始进行黑客操作 而她的眼神 也变得冷酷起来 就像当年 盯着摔倒的短发女那样 次日 女孩归房的一名技术人员上班后 发现门没关 一根树枝伸了进来 低头想捡树枝 突然 一个带着假发和面具的人 冲过来把她打倒 然后疯狂地用门 猛撞她的头 鲜血飞溅 技术人员很快死去 面具人 其实就是胖子 她为了报被羞辱之仇 黑进直播平台 并且找到了技术中心 和别墅的位置 胖子杀死两名技术人员 又把老板盖瑞 绑在椅子上 勒住嘴 然后捅了盖瑞几刀 想看到流血不止而死 接着 胖子从盖瑞身上 找出别墅的控制器 并在平台上 向所有用户 发布了一条信息 请欣赏接下来的表演 不久后 别墅保安发现 一个长发胖子 拎着工具箱 从远处走过来 立即引过去 说这里是私人领地 你不能进来 胖子根本不答话 一拳打到保安 在扭断她的脖子 把尸体拖进旁边的林子后 用控制器开门 进入别墅 别墅里 拉丁女正在注射毒品 胖子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拉丁女问你找谁 胖子猛地冲过去 用绳子勒死拉丁女 此时 其他直播女孩 浑然不知别墅里 闯进了一名杀星 一如既往地在做直播 而凯莉刚刚结束了 学校的学习 准备回到别墅 本人的室友杰森 正在和直播女孩 戴文私聊 突然 她发现面对镜头 表演的戴文身后 出现了一个长发面具人 赶紧打字提醒戴文 戴文回头一看 没见到人 杰森觉得 可能是自己眼花了 放心下来 继续欣赏表演 可是几秒钟后 她又看到面具人 再度提醒戴文 但戴文回头时 面具人躲到角落 戴文见身后没人 很是生气 以为杰森在戏弄自己 于是想结束死了 就在这时 她突然发现 电脑屏幕映出身后有人 吓得面如土色 面具人突然发难 她猛地揪住戴文的头发 戴文大喊救命 杰森看到这一幕又惊又惧 慌慌张张地叫本人过来看 见面具人残忍地 刮花了戴文的脸 本人大惊失色 马上拿起电话 要通知凯莉 但胖子已经截断了 别墅范围内的所有信号 本人跟凯莉打电话打不通 网上发信息也发不过去 同时 杰森打电话报警 却又说不清别墅地点在哪里 接着 胖子把被毁容的戴文 带到电脑前坐下 用斧子残忍地 砍断了她的十根手指 这时本人发现 凯莉已经回到直播房间 心急如焚 让学电脑的杰森 想办法找出别墅地址 自己则前往凯莉的学校 问问凯莉同学 有没有人知道 她在哪里做直播 戴文被胖子关进了房间里 她的手指全断了 疼痛难当 不能开门 坐在地上无助地哭泣 众多用户看到这可怕的景象 惊恐万壮 不过 其他直播女孩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海思和男友正在客厅里看电视 胖子悄无声息地 出现在他们身后 听二人说要回房亲热 胖子静止上楼 片刻后 海思和男友回房亲热 胖子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海思的男友无意中看到她吓了一跳 胖子马上冲过去 一拳打倒海思男友 再抓住海思 用胶布把他的双手贴在脸上 堵住口鼻 然后转身毒打海思男友 海思很快窒息而死 胖子则抓着海思男友的头 用了一项墙上撞 由于撞得太狠 隔壁珍妮特房间墙上的相框掉了下来 珍妮特以为是海思和男人亲热 搞出的大动静 十分生气 立即去海思房间兴尸问罪 可推开门 却看到海思的尸体 而一个面具人 正在用锯子 直接海思的男友 珍妮特倒戏一口冷气 转身就跑 但胖子马上追过去 把他扔到楼下大厅 珍妮特的两条腿都摔断了 可是在求生欲的驱使下 他还是拼命向门口爬 不过只爬了几步 就再也没有力气了 胖子缓缓走到他面前 却没有动手 而是拿出控制器 看其他女孩都在什么位置 此时 戴文坐在电脑前 试图打字向网友求救 杰森看到后灵机一动 问他地址在哪 戴文手指断了不能打字 就低头用鼻子按键 而胖子也看到这一幕 他立即切断了戴文的网络 杰森见戴文的画面消失 一手掩面 懊恼不已 戴文更是悲愤交加 绝望地把电脑拨到地上 胖子的下一个目标是米娅 米娅此时正在做桑拿 胖子用撬棍 把桑拿房的门卡住 再把温度调至最高 米娅觉得太热想出去 但门打不开 与此同时 温度急速升高 米娅惊慌失措 泪流不止 对着摄像头 狂喊自己的女友凯特 可是凯特已经关灯睡觉了 情急之下 米娅用手拍门 结果拍到门上的玻璃 手被烫了 米娅一转头 看到桑拿石 心中一动 赶马用浴巾包着石头 砸碎门上玻璃 再把石头扔出去 砸开敲棍 门终于开了 米娅疯狂跑出去 跳进泳池降温 好不容易觉得舒服些了 想上去 一抬头却发现 面具人正冷冷地看着自己 米娅吓得惊声尖叫 下一秒 胖子抡起锤子 打死米娅 在房间里看出的凯莉 听到米娅的惨叫声 马上从窗口往外看 发现面具人 站在泳池边 而面具人像是 感觉到了她的视线 转身抬头向上看 凯莉吓坏了 要给本恩发信息求救 但发不出去 凯莉随后来到电脑前 通过平台看到 海思和拉丁女的尸体 意识到杀人魔 已经闯入别墅 吓得浑身颤抖 接着 她发现戴文和凯特都活着 决定找他们一起逃走 同一时刻 本恩来到了凯莉的宿舍 在走廊里大喊 谁认识凯莉 凯莉的好友希拉听到了 让她进屋 本恩赶紧说明情况 可是希拉也不知道别墅在哪 别墅内 凯莉跑到凯特的房间叫醒她 胖子自从泳池回到屋内 沙斯躺在地上 还剩一口气的珍妮特后 她匆忙上楼 凯莉和凯特看到胖子来了 慌慌张张地用柜子顶住门 但胖子很快撞开门 直奔凯莉而去 凯特则趁机溜了出去 凯莉被逼到角落大声哭号 不过胖子没打她 也没杀她 只是对凯莉有亲有魔 片刻后凯特回来了 她一棒打晕胖子 捡起控制器 让凯莉和自己一起逃出去 但凯莉执意要去救戴温 凯特只好独自逃走 刚跑到门口 夜班保安来了 凯特如意救命稻草 戳气着说有人要杀我们 就在这时 已经苏醒的胖子追上来 撞到凯特后 一刀同死粗不及防的保安 随后掏出锤子 逼近凯特 凯特恐惧到了极点 不停后退哭着求饶 但胖子一锤砸下 结束了她的生命 另一边 本恩联系警方 警方说 通过女孩规防的运用 找盖瑞的产业找到地址 已经派人过去了 本恩问地址在哪里 警方却没有透露 与此同时 凯莉找到了戴温 要和她一起逃 但戴温完全失去了 活泄气的勇气 让凯莉独自逃亡 凯莉无奈地离开 戴温则把一个塑料袋 套在头上 自杀神王 此时 警察已经找到了目的地 但他们去的不是别墅 而是技术中心 还好 杰森黑进当地电网系统 查找豪宅 终于找到了别墅的地址 他先告诉了本恩 再通知警方 此时 直播女孩只有凯莉一个人活着 她躲进没有摄像头的中空室内 连续拔掉两根信号线 切断两个房间的画面 胖子发现两处画面变黑 立即去查看 拧开胖子后 凯莉找到一根抬球杆和一个摄像机 他折断抬球杆 又在一张纸上写些挑衅话语 让胖子来找自己 然后切断其他房间画面 面对电脑镜头举起纸 让胖子看到自己 接着 他关掉电闸躲起来 并且开启摄像机的夜视功能 偷偷观察 胖子看到了凯莉的挑衅 立即过来找他 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向前走 凯莉趁对方看不见自己猛冲过去 把折断的抬球杆插进了胖子身体 但胖子马上还击 打倒凯莉 用力掐他的脖子 危急时刻 凯莉拿起吊在一旁的摄像机 砸向胖子 胖子来不及闪躲 被打倒在地 凯莉随即起身 高举摄像机 一下一下狠狠砸向胖子 尽情发现心中恐惧 胖子被砸得血肉模糊 很快停止了呼吸 凯莉跌跌撞撞地走出别墅 本恩刚好赶到 跑过去把凯莉抱在怀里 凯莉终于崩溃了 放声痛哭 警察和媒体随后赶到 看到记者手中的摄像机 凯莉突然感到很害怕 浑身发抖 还颤声对本恩说 别让他们拍到我 本恩赶快去阻止记者 凯莉则面露恐惧之色 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片刻后 她闭上了眼睛 也许 她再也不敢面对摄像镜头了 电影结束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